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金花张帅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托瑟携手轻松战胜对手挺进半决赛, 不过在随后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张帅和搭档遗憾失利,无缘决赛,连续作战,征战两场双打比赛,一胜一负,中国金花张帅在本届每网双打赛场,依然有着不俗实力,图说,张帅和斯托瑟携手轻松战胜对手挺进半决赛图VCG酷暑潮湿,这几天每网的天气给参赛者带来很大考验, 在艰苦的比赛条件下,张帅和斯托瑟显得更为活跃,张帅在往前截击坚决果断,并且在底线也有不俗表现,最终仅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以6-2,6-3结束了战斗,或许是一日双赛对于体力考验太大, 在之后进行的再混双半决赛中,张帅搭档皮尔斯以6-2,4-6,7-10遭到马克蒂奇罗索尔斯卡逆转,无缘决赛,在今天混双比赛中,张帅和皮尔斯延续了上一轮的默契配合, 开局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手盘轻松取胜,当大家都以为两人就此能高奏开哥挺进决赛时,对手却展开反扑,失误过多,张帅组合4-6丢掉第二盘,而在决胜盘抢时,张帅皮尔斯前五个发球分都没能守住,尽管其在后半程奋起直追,但无奈差距过大,最终以7-11号告负,无缘决赛,经历过亚运会决赛, 张帅和美网女单,织布首轮苦涩的失败,中国金花张帅在美网女双和混双赛场频传解报,在双打赛场上一路高奏开哥,这其实也给张帅的职业发展道路探索出了另一种可能,图说,张帅和混双搭档皮尔斯图VCG张帅如今世界排名已稳居差不实,各项技术环节并不存在明显的短板,身体素质也是中国金花中的 佼佼者,可惜一直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其中,易于被消极情绪影响,或许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或许是在双打赛场上张帅不必在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缘故,来自搭档的支持和鼓励,让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本届每网比赛中,单打赛场和双打赛场,截然不同, 的状态足以说明这点,事实上,在国际网谈,从单打选手转型,成为优秀双打选手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远得如瑞士名将辛吉斯,在单双打赛场上的斐然成就,近的有同为金花的彭帅曾捧起温网,法王女双冠军奖杯,这些都是最好的事例,张帅又望在今年的美网实现双打事业上的重大突破, 即便没能走到最后,这条路也是他可以大胆尝试转型的方向,新民晚报记者李然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